廷尉张世之是赌洋人 自济 他和哥哥张仲在一起居住 张世之因为家财颇丰而担任其郎 侍奉孝文帝 一连十年都没有升迁 也没什么人知道他的名字 张世之说 我长时间做官会损耗哥哥张仲的家产 心中很是不安 他打算自己请求免治回家 中郎将袁昂深知他的贤能 不舍得让他离去 便请求皇帝 调张世之不认业者的空缺 张世之朝见完毕之后 就顺便上前进言对国家有益的事情 文帝说 实际一点 不要过分地高谈阔论 说国家当前应做的事情 于是张世之就开始谈论秦汉之间的事情 论述秦朝灭亡和汉朝兴起的原因 说了很长时间 文帝听了以后表示赞同 于是下令让张世之担任业者蒲业 张世之跟随皇上出行 登上虎卷 皇上向上陵位询问 登记各种秦寿的情况 一连提出十几个问题 上灵位左顾右盼 一个都回答不出来 看管虎卷的瑟夫 在一旁代替上灵位 详尽地回答了皇上所询问的 关于秦寿档案的情况 想以此来显示自己 犹如回声响应一般 对答如流 文帝说 作为官吏不该当像这样吗 上灵位靠不住 于是他便照令张世之 任命瑟夫为上灵令 过了很久 张世之才走上前说道 陛下认为 将侯周博是个什么样的人 皇上说 他是一位德行端正的人 张世之又问 那么东阳侯张湘如 又是怎样一个人了 皇上又说 他也是个德行端正的人 这是张世之说道 将侯与东阳侯 都被称为德行端正的人 而这两个人 在议论事情的时候 都不善言辞 陛下这样做 难道是让人们 效法瑟夫喋喋不休 伶牙利齿嘛 况且秦朝重用那些 武文弄木的官吏 官吏们争着用办事迅速 和监督苛刻 来比较高低优劣 可是这样做的弊端 是空拒官样文书 而没有发自内心的 侧应本质 正因为这样 秦朝皇帝 听不到自己的过错 所以逐渐衰败 皇位传道二世 天下便土崩瓦解了 如今陛下只因为 瑟夫能言善辩 而对他破格提拔 我担心天下人 受着风气影响 而争着施展口才 却不务实志 再说 身处下位的人 效法上位者 比影之随形 想之应声还要迅速 因此 对于一切错失 千万不能不审慎对待啊 文帝说 很好于是放弃原来的计划 不再升迁色赋了 皇上登上了车 照张世之陪程 车子缓缓前行 皇上问张世之 秦朝都有哪些弊端 张世之全都如实回答 到了宫中 皇上便下令 让张世之担任公车令 张世之 选自地剑图说 过了不久 太子与梁王 一起坐车进攻朝建 在经过司马门的时候 没有下车 张世之便追上去 拦住了太子和梁王 不让他们进入殿门 随即控告他们 不在司马门下车 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 并奏报皇帝 伯太后听说了这件事 文帝便摘下帽子谢罪说 我管教儿子不够严谨 伯太后就派遣使者 带着诏书 赦免了太子和梁王 然后他们才得以进入 文帝根据这件事 觉得张世之与众不同 就任命他为中代 不久 张世之升至中郎将 他跟随皇上出行来到霸凌 坐在北边面临霸凌之雅 当时圣妇人也随从出行 皇上便指着通往新丰的路 给圣妇人看 说道 这就是通往邯郸的路 皇上命圣妇人谈色 他自己则获着色的乐曲唱歌 情意凄凉而悲哀 回过头来对群臣说 哀 用北山的石头做外观 将麻布 棉续剁戏冲塞住尸果的缝隙 然后再用青年合起来 这难道还能打开吗 左右随从都说 好张世之走上前去静言说 假使那里面有可以引起预念的东西 即便是禁闭其整个南山作为官国 依然会有缝隙 假使那里面没有可以引起预念的东西 那么即便没有石果 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文帝听了以后连连称赞 后来又任命他为廷尉 不久以后 有一次皇上出行途经中卫桥 突然有一个人从桥底下面跑了出来 驶驾车的马匹受到惊吓 于是皇上命令骑士把那个人抓住 交给廷尉张世之处置 张世之对那个人进行审问 那人说 我是长安县的乡下人 来到这里 听到青道戒严的命令 就在桥下藏了起来 过了很长时间 我以为皇上的队伍已经过去 就走了出来 一看到皇上的车马 一仗队 就马上跑了廷尉张世之 向皇上报告此人应得的惩罚 说一个人犯了青道的禁令 应当处以罚金 文帝生气地说 这个人使我的马受惊 幸好我的马脾性柔和 假如换作别的马 岂不必然会摔伤我吗 可是廷尉却只盼他罚金 张世之说 所谓法律 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尊奉的 如今依照法律就应该这样判定 而陛下要肆意更改家中处罚 这样一来 法律就不会取刑于名 况且在当时 皇上如果立刻杀了他也就罢了 既然现在交给廷尉处置 而廷尉又是天下公平的代表 一旦有所倾斜 天下人在使用法律时 都任意的或轻或重 这样一来 人民岂不是手足无措了吗 希望陛下明察过了很久 皇上才说 廷尉就应该如此 后来 有人偷走了高祖庙中 神座前的玉环 被人抓住了 文帝大怒 将此人交给廷尉处置 张世之根据法律中 有关偷到宗庙内 服侍器物的条文 向皇上奏报 奏请将此人判处死刑 皇上大怒说 这个人胡作非为 大逆不道 竟敢偷到先帝宗庙里的器物 我将这个案子交给廷尉处理 就是想灭他全族 可你却依照法律上奏 这与我恭敬顺成宗庙的本意不合 张世之脱掉帽子 叩头谢罪说 根据汉朝的法律 这样的判决已经够重了 况且斩首与灭族 同样是死罪 但是以犯罪的轻重程度而论 还是有差别的 现在那个人偷到宗庙中的器物 就要被诛杀全族 假如万一有愚蠢的百姓 挖了长林的一剖土 陛下又该如何增添他的罪行 过了很久 文帝与太后共同商议这事 才批准了张廷尉的判决 这时 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国丞相 山都侯王田开 看到张世之执法论事公正严谨 便与他结为亲密的朋友 张廷尉由此受到天下人的称赞 后来文帝去世 景帝即位 张世之心中恐惧 便说自己有病 他想要辞职离去 又怕被诛杀 想入宫谢罪 却不知结果会怎样 后来他采纳了王生的计谋 终于面见景帝 向他当面赔罪 景帝并没有怪罪他 王生精通黄老之学 是一位隐士 他曾被召入宫中 当时三宫九卿 全都聚在一起站着 王生年老 说我的袜子松了 转过头来对张廷尉说 为我系好袜子 张世之当即跪下 为他系好袜子 后来 有人对王生说 您为什么偏偏在朝堂上 当众羞辱张廷尉 让他跪着给您系袜子呢 王生回答道 我老了 而且地位低贱 我觉得自己终究 不会给张廷尉带来什么帮助 而张廷尉是当今天下的名臣 因此我故意羞辱他一下 让他跪下来为我系袜子 希望借此抬高他的声誉 各位宫卿大臣听说以后 都称赞王生的贤能 而更加敬重张廷尉 张廷尉侍奉锦帝一年多 后来被贬值为淮南王的丞相 还是由于从前的过节导致 过了很长时间 张世之去世 他有个儿子名叫张智 自长公 官智大夫 后来被免职 由于他不能迎合掌权者 所以一直到死 也没有再次当官 冯唐 他的祖父是赵国人 他的父亲移居到戴郡 汉朝创建后又移居至安宁 冯唐以孝行文明于世 曾任中郎署长 侍奉文帝 有一次文帝乘车经过中郎官署 问冯唐说 老人家为什么还在做郎官呢 你的家在哪里 冯唐全都如实回答 文帝说 当初我住在戴郡时 我手下的上时间高区 曾多次在我面前 称赞赵国将领礼器的贤能 向我讲述 在巨鹿城下作战的故事 现在我每次吃饭 总会想起 李奇在巨鹿作战的情形 老人家是否知道 李奇这个人呢 冯唐达道 身为将领 他还赶不上连坡和李牧 皇上问 为什么这样说 冯唐达道 当年我的祖父在赵国时 担任过统帅军兵的职务 与李牧交情很好 我父亲过去当过代王的丞相 与赵将李奇交情很好 所以非常了解他的为人 皇上听冯唐评论连坡 李牧的为人以后 十分高兴 于是拍打着大腿说道 唉 我偏偏得不到向连坡 李牧这样的人做我的将领 否则我还会担心匈奴吗 冯唐说 请陛下恕我死罪 陛下即便得到了向连坡 李牧那样的人才 也不能任用皇上很生气 起身回到宫中 过了很久 他召见冯唐并责备说 您为什么要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 难道不能私下里说吗 冯唐谢罪说 我是个粗鄙之人 说话不知道忌讳 恰好在这个时候 匈奴军队 新进大举进犯潮 声辟字 并杀死了北帝郡的都尉孙昂 文帝正为匈奴入侵 一事而担忧 于是又问冯唐 您怎么知道 我不能任用向连坡 李牧那样的将领呢 冯唐答道 我听说上古时期的军王派遣将领时 总是跪着推车子 说国门以内的事情 由我来控制 国门以外的事情 由将军来控制 军功 爵位以及赏赐 全都由将军在外面决定 回来以后再奏报朝廷 这可不是空话 我的祖父曾说 李牧担任赵国将领 驻守边疆 把从驻地市场上 征收来的租税 全都用来犒赏将士 赏赐完全由将军在外决定 国军从不忘加干预 国军交给他任务 而责令他成功 所以李牧才得以 竭尽他的智慧与才能 派遣经过挑选的战车 一千三百辆 骑射之兵一万三千名 驾至百斤的士族十万名 所以他向北驱赶蝉鱼 攻破东湖 灭掉弹林 向心意志强大的秦国 向南抵抗韩国和魏国 在这个时候 赵国几乎成为天下的霸主 从那以后 恰逢赵王谦继承王位 他的母亲原来是一个卖畅的一人 赵王谦即位以后 就听信了郭开的谗言 最后杀死了李牧 让炎剧代替他 因此赵军溃败 士兵逃散 最终被秦国俘虏消灭 如今我私下里听说 为上担任云中太守时 把军事上征收的税金 全部拿来犒赏将士 还拿出他个人的俸禄 每五天就要宰杀一次牛 宴请兵客 军力和身边的蜀官 因此匈奴人远远的躲避 不敢接近云中要塞 匈奴曾经有一次举兵进犯 为上率领车兵 骑兵反击 杀死了很多敌人 那些士族 全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 他们出生于乡野 前来从军 哪里知道什么 齿及五福之类的军法条例呢 他们每天奋力作战 斩落敌手 抓捕俘虏 可是当他们向上级官府报公时 只要有一个字不符合实情 法官就根据法律来处置他们 他们应得的赏赐没有兑现 而司法的官员所奉行的法令 却一定要执行 我很愚蠢 认为陛下的法令过于苛刻 赏赐太轻 惩罚过重 况且云中太守卫上 只是由于上报斩杀敌人首级的数目 差了六个 陛下就把他交给执法官员治罪 消去了他的爵位 还判了他一年的徒刑 由此说来 即使陛下得到连坡 李牧那样的将领 也是不能任用的 我确实非常愚蠢 又触犯了忌讳 死罪死罪 文帝很高兴 于是当天就派冯唐 带着杰令前去赦免卫上 让他重新担任云中郡守 而任命冯唐为车企都尉 统领中尉和郡国的车马士兵 汉文帝后援七年 前157年 景帝即位 任命冯唐为楚国的丞相 后来将他免职 武帝即位以后 四处寻求贤良人才 有人推荐冯唐 冯唐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 无法再做官 武帝便任命冯唐的儿子冯岁为狼官 冯岁自王孙 也是一个才能出众的人 和我关系很好 太世公说 张继论述长者的话 坚守法度而不逢因皇上的旨意 冯宫评论将帅的话 真是有道理 有道理啊 苏语说如果不了解那个人 就要看他的朋友 他们二人的称颂言论 应当写在朝堂之上 上书中说 不偏心不结党 王道便坦坦荡荡 不结党不偏心 王道便平平坦坦 张继 冯宫差不多就是这样的